MING PAO T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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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乔喜 今天我的影片要來分享我的 特賣會衣服戰利品 這個影片其實 拖了有段時間了 因為特賣會已經是 上個禮拜前 不止一個多禮拜前的事情了 只是因为最近真的好忙 就没有时间更新 这阵子很多品牌都在特卖会 包括化妆品啊 包养品 还有衣服都有 非常多很热门的台拍 像是mercy tutu miracle 跟puzzle 都有特卖会 那我这次其实这三家都有逛了 但是 第一家最先逛是mercy tutu 但是有点失望 我没有买到任何一件 我还是抱着看看的心态 就去逛了 第二家mercule跟puzzle一起的 这个特卖会是在sogo中销馆 它好像每一年都会固定在这个时间 有特卖的活动 然后呢固定都是三件以上就打七折 所以其实算下来 你如果买蛮多的话会很便宜 一件大概只要两三百块 我这一次呢 疯狂的搜刮了七件 花了2065块 所以等于说我一件 平均下来只有两百多 几乎又跟买淘宝一样划算了 那就先从我最近的爱牌mercule开始好了 因为现在本身是个上班族 所以非常的喜欢 比较成熟知性 然后有点气质感的OL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ZARA跟GU的混合版 我现在身上这一件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卡奇色针织衫 其实这种衣服它就是一个基本款 这种针织衫我喜欢把它当上衣穿 它就会看起来有点小性感 那下面我就搭配一样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战利品 这个是一个有金色扣环的雪纺宽裤 其实这种裤子我有很多件 但是吸引我的原因就是这里 这个雾面的金色扣环做的超级有质感的 我觉得像这样就是有点小巧思 就让一个单品变得非常有特色 搭配像这样素素的上衣就已经非常的好看了 这个裤子摸起来超级滑顺 有点像棉麻跟雪纺之间的材质 感觉可以当睡裤睡觉的 然后它的颜色是介于牙麻到灰绿的那种脏脏的颜色 我现在很喜欢这种混浊的颜色 看跟我指甲也有好配哦 第三件Miricure的战利品 是一件超级舒服的毛衣 它乍看很boring 但是它材质真的是占到不行 它原价要790耶 然后我特价买就只要300多 然后它也是做有点文仪V0的设计 我跟我同事都一人买了一件 因为它真的是太舒服又太实穿了 随便打一个牛仔裤 或是直接搭短裤配靴子都超级好看的 下一件是一个雪纺的浅粉色短裤 前面做假的双口袋设计 设计在这个部位我觉得还蛮能修饰大腿线条的 就是看起来不会好像只有一片 这个款也是一个你搭衬衫 在春夏季节的时候穿会非常的实搭 打折完也只要150块 根本就比桃宝还便宜了啦 真的是太便宜 你知道就直接买了想都不用想 再来也是一个下身 这是一个半身裙 它是有点鸡皮的材质 布料算蛮薄的 感觉也是适合春秋的时候穿 前面中间坐微微的开叉设计 这样的裙子上班稍微正式一点场合 或是跟朋友出去 其实我觉得正式跟休闲都还蛮适合的 最后两件Miricue的单品是刚刚说的 西装套装这个是我已经买了一阵子的 也是在他们打折的时候买 但是不是那么便宜 大概是买七折 它是棉马感的深灰色西装外套套装 有外套跟裤子都可以分开卖 我一直都很想找像这样子 很ZARA风格的OL套装 我觉得一套的感觉非常的复古 然后你也不用去想 下半身要怎么配 就是直接one piece 它还有卡其色跟浅灰色 我是买S号 然后我觉得它的裤子 这个是一个宽裤就有一点点大 应该是我本身就是太小吃的关系 最后两件 一样也是下半身类的 很爱买下半身 这个是Puzzle一直都很有名的skinny系列 他们家的素色裤 一直都是他们家的明星商品 因为很便宜又好穿 那现场黑色S号已经没有 所以我看到白色也买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买过那种夜市的200块的白裤 就是很薄很薄 然后穿久的屁股缝 就会有一条须须 就是它会一直冒出一些很噁的 就是须须 我不会讲 然后我就是穿很久那种裤子 就觉得好丑 感觉它穿一年就得丢了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买夜市以外的白色紧裤 Yeah Puzzle的材质看起来明显的厚了很多 但是穿起来也不会太显胖 然后它弹性也蛮好的 你看 就是伸缩自如 所以不用担心小腹穿不下 那也是个平价又百搭的单品 在这一件我觉得是OL都必备的 或是你面试的话 也要有这样子的西装黑裤 这个西装黑裤不是一般很无聊的那种 它有一点点设计 就是它是有点小喇叭状的 然后在正前方有做小小的开叉 秀出一点你的脚背 有点设计感 而且让整个人看起来很有气势 当天呢 满额就会送一个购物袋 我忘记是满一千还是多少了 还蛮Q的 最后特卖会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满千就会送福袋 一千五就会送一个小的福袋 然后两千是一个中的 再来三千就是有一个大福袋 然后是随机自己选 你要拿一个袋子 但是都不知道里面装什么 我同事两个同事都是满一千五 然后就选了一个小小的 是满额的福袋 我满两千 我就可以选到中福袋 我就很兴奋 然后中福袋都是Parsel提供的 我就随便摸了 就是平直就摸了一袋 然后得到了这一个 我刚开始本来很傻眼 但是后来发现它蛮可爱的 它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 淡粉色小袋子 小布袋 然后很可爱 然后还有这个手把 我觉得蛮适合文青风的女孩 哪一天走一个文青路线的时候可以背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 一个是手拿劲 一个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立体包 应该是一个化妆包 不过我个人应该是会拿去送我的 侄女 因为这个图案实在是太可愛了 手拿劲 是黄色的 我同事拿到蓝色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台拍战利品 其实主要是没有QA 只有一件是Parsel的 如果你的风格比较休闲 或是你是学生 我觉得应该会蛮喜欢Parsel的衣服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气质肤多一点的话 应该就会很爱Miracue 好希望你们喜欢我这次的影片分享 一样想看什么样的主题 欢迎都留言跟我说 这样我才知道我要拍什么给你们看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